习近平怒拍桌子连发六问被重炒 矛头指向周强 大陆官媒日前再次重新炒作习近平因湖南省衡阳市发生会选案 而怒拍桌子连发六问的旧文 矛头或针对2013年初的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周强 2月1日中共湖南省宣布 周农不再担任衡阳市委书记 其职务由衡阳市张正建新接替 周农今年1月28日转任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同天湖南省委组织部发布公告 现任衡阳市委副书记邓群策拟提名为衡阳市场候选人 官媒《新京报》2月1日刊发的习近平增联发六问的第级是 同时调整党政一把手文章说 该市在2013年会选案发 该文重新炒作人民文摘 在2014年发表的领导人拍案时刻 一文中的一些细节 文章说 在2014年1月14日的中纪委三次全会上 面对全体中纪委成员和各省纪委官员 习近平因衡阳会选案连发六问 包括衡阳市委和市政府到哪去了 当地人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到哪去了 当地的纪委到哪去了等 该会选案发生在2012年12月28日到2013年1月3日 当时衡阳市召开市人代会 527名市人大代表从93名指定代表中选出76名省级人大代表 该案2013年12月29日被立案调查时 官方通告 该会选案涉案金额达1.1亿元 涉及56名省人大代表行会 518名市人大代表受贿 人均受贿近20万 该案被指市中共建政以来涉案金额和总人数 均是空前的会选大案 震惊中外 2014年1月 500多名衡阳市人大代表的资格都被终止 重新选举 时任衡阳市市委书记 后升职为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的彭明签被双开 并且进行立案检查 时任衡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胡国初 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但当时任湖南省委书记 至2013年3月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至2013年5月 的是周强 他在2013年3月开始任中共最高法院院长 当时作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周强没有被处理 引起外界广泛质疑 时政评论员时时认为 现在官媒再次提起该案 或针对现在丑棱缠身的周强 按照中共官场的惯例 大官拿大头 小官拿小部分 同时 辽宁会选案也说明 时任辽宁省委书记 省人大主任王民深度涉及会选案 作为时任湖南省人大主任的周强 在选举省人大代表时 他会放过这个捞钱的机会 时政评论员周晓辉日前也刊文说 中共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已处于高危状态 文章用两个实力说明周强前途堪忧 一个实力是 1月15日 最高法院网刊出该院常务副院长 党组副书记沈德勇的发言 其发言的核心内容是传达习近平的相关讲话及司法机关如何贯彻 而按照惯例 对于习近平的讲话 应该由各单位党委书记和一把手发布 比如最高检是检察长曹建明 中宣部的是部长黄昆明等 而最高法则由二把手取而代之 释放出了不同寻常的信号 二是 中共十九大分组讨论习近平的报告时 周强在所在的上海小组讨论时受到了冷遇 按照馆场排名 周强英排在上海市委书记韩正 市长英勇中间 但韩正讲完后 镜头立即切换到英勇 同时十分钟的讲话中 韩正占了五分多钟 英勇占了近五分钟 而周强和其他人每人只有几秒钟 感觉就是一带而过